字幕志愿者 acaba daryu 今天要來看一下我身旁這個小小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觀眾寄給我的 也是我跟他買了一些小東西啦 這個觀眾曾經私訊宣過 他就說他是一個聽障身 看宣能不能把他宣傳一下 他自己手做的那個 雪Q比 所以看到他的訊息的當下 立馬就直接PO他的IG顯示 馬上就幫他宣傳 想都不用想 雖然說他就是沒有講得很敢看還是什麼的 可是就是 莫名的有點想要讓人家去幫助他 雪Q比嘛 我也沒吃過也很好奇 到底是什麼一個玩意兒 可以幫助到他 然後自己可以吃吃看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就問他了一下要不要我幫他宣傳 可是他必須傳一個小小的製作 雪Q比影片給我 我想說這樣子我的影片比較豐富一點 就是不是假的之類的吧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他製作的那個過程齁 等一下就來開箱吃吃 他那個製作過程的影片呢幾乎都是用縮紙去拍的 感覺好像蠻簡易的蠻簡單去製作的 好啦 開箱吃吃 反正我也是以我的能力去幫助人啦 盡力而為盡力而為 其實也是看我youtube收益啦 才決定說 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去幫助大家 有時候如果 收益不這麼樂觀的話 就真的 自己都很吃緊了 真的 哎呀 包裝的還不錯啊 感覺還蠻酷的啊 很用心耶 我這個是用蝦皮去訂的 如果有有人想要幫助他的話 我那個網址放在資訊欄 你們也可以去訂購這樣 我這樣一小包啊 有點小精緻包裝的啊 裡面不知道有幾個 好幾十個這樣 這一包150塊 我就是覺得說 他是一個聽障聲嘛 就是已經 不像我們是個健全的人了 可是他還是很認真吧 很用心在處理每一件事情 還蠻感動 不禁讓人想想啊 人家這麼努力去生活 這麼用心對不對 啊我們在幹什麼 應該要更努力吧 反正我今天就是幫他小推廣 當然我也是多買了幾個要送你們 我好像買了五包 這三包送給你們 啊怎麼抽獎的話就看資訊來 想要跟我一樣幫助他的人啊 你們也可以自己去買 也不用等待我抽獎好不好 我今天來試試一下 自己手工製作的好不好 雪Q餅啊 原來雪Q餅長這個樣子 就很像一個方方正正的餅乾這樣 裡面有一點小小的內餡這樣 嗯 蠻香的欸 他的味道已經飄過了這個塑膠袋了 天啊 這些都是成本 這個包裝都是成本 這個袋子買也不便宜 他一個一個再把它裝進去 會不會有點太累啊 每個行業都有他辛苦的地方 你要好好加油 雪Q餅吃起來好奇怪喔 真的是Q的 餅乾做的Q的 我的媽 而且不會很甜欸 他裡面是不是有很多什麼 果子之類的啊 感覺很健康欸 怎麼吃起來好特別喔 他的材料是餅乾 棉花糖 麥月梅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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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出了這一個 還蠻酷的欸 難怪口感這麼特別 雖然說我沒有特別喜愛吃這個水Q餅 因為這個是第一次吃很特別啊 我每次吃都覺得不太一樣 可能是我自己不太喜歡吃那種麥月梅乾吧 他的甜味是有點小棉花糖的那種甜味而已 好啦反正今天就是給你們推薦這個 小小的幫助人餅乾 不知道我今天拍這支影片啊 會不會有人真的去幫助他欸 我沒有給他非常高的評價 但是我希望啊 有人可以幫助到他一下 是不是半個小活動呢 因為我跟他不認識 反正就是如果你跟他下訂餅乾 你拿到貨了 你拍照給我 看是你要失去IG 還是Mail給我 我Mail在那個資訊欄 只要你有訂 我就親手寫明信片送你 希望他可以 好好的生活吧 就這樣啦 那喜歡影片按喜歡 不喜歡按不喜歡 加氣泡好訂閱我 我是謝祐 每天五點發布影片 大家我們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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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